這麼多戰利品 只是這個手袋就值11萬 全部都是賊人偷別人信用卡錄回來的 警方破獲這個信用卡盜竊集團 檢獲一批懷疑偷回來的信用卡 還有一些現金 一共拘捕了3個年齡介乎54到63歲的男人 當中包括一個持傷情證的內地人 他們涉及至少7宗發生在港島區的信用卡盜竊案 涉及57萬 警方說賊人先是從受害人的外套或者手袋 偷取銀包或者信用卡 然後另一個賊人就在附近的海味店 或者是珠寶店錄卡 不貴的都不買 其中單一筆簽賬就買了24萬的東西 他是在一個金融海味店買了一些深融海味的東西 分別就有幾行交易 最少是9萬元 他們將會被落案起訴盜竊 同意欺騙手段取得財產罪 警方就相信已經成功瓦解這個盜竊團火